融创中国宣布收购旅程大约24.3%的股权 预期9月底之前可以完成收购 融创中国董事会主席孙宏斌表示 收购使得融创的城市战略布局更为简单清晰 两间公司可以产生协同效应 融创旅程会布局会有些优化 比如说有些城市我们会合作 有些城市各自的优势城市各自去做 这个是肯定的 收购完成之后 融创仍会专注于一二线城市的高端精品物业 有内地媒体报道 内房加大促销力度 采取倚价换量来刺激成交量 孙宏斌表示要分区域来看待这个问题 因为北京上海没有降价的任何道理 我最近看的媒体说一些城市降价什么的 可能现在是没有的 但是个别项目永远任何市场下都会有降价的 所以我觉得倚价换量这个肯定不成立的 孙宏斌一直对内房持悲观态度 他认为近年来国内经济下行以及产能过剩问题 给内房带来重大压力 不过他也表示不同的城市差别大 对于上海北京江苏等市场仍然看好 对公司业绩也充满信心 融创中国今年上半年录得纯利8.1亿元人民币 同比上升8个百分点 核心毅力按年升2成1至10.23亿元 上半年销售合约金额上升2成6至298亿元 固存现金约为230亿 公司下半年预期将有12个新项目陆续推售 有信心实现全年销售目标 有信心虽号 有信心实现全年销售得约金额被jo Sit